一命二运三风水 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 今天呢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凤凰命的命理特征 生活中呢我们不能发现有些女生的命特别好 一出生就能够降生在富贵之家 成为备受宠爱的小公主 又或者能够有幸从穷苦人家嫁入豪门 一招飞上枝头变凤凰 一生锦衣玉食 从命理角度分析 我们称这类人为凤凰命 那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怎么辨别一个人是不是凤凰命呢 凤凰命的人具备哪些命理特征呢 小酱汁今天就从多个角度为大家讲解一下 一凤凰命的相学特征 一额头高广 额头在面相中代表的是女人的早年运势与事业运势等 而女人的额头长得高广明亮 形状圆满 则这样的女人条件非常优越 婚后的事业运与财运都会非常不错 丈夫的权力和地位呢也会相当的高 这样的女人无论是早婚还是晚婚 都能够得到丈夫的注意 日后呢也可以嫁得非常的不错 天生就是凤凰命 不会为过衣食而发愁的生活 二鼻头浑圆在面相中女人的鼻子代表的是财运和事业运势 而女人的鼻头长得浑圆 有肉饱满 则这样的人财运非常的不错 天生都能够往复新家 个人的家庭状态也非常的不错 家里能够积攒不少的财富 而且女人的鼻头长得好坏 代表女人家庭财富的聚集能力 所以若是鼻头长得非常好的女人呢 日后都能够过上一个非常不错的生活 三鼻全相配 在项目中呢 鼻子代表的是财运 而全骨代表的则是权力 若女人的鼻子与全骨相配得宜 一般这样的女人做事非常有魄力 有主见 形式方面呢也非常麻利利落 事业心比较强 是丈夫的得力助手 这样的女人无论是嫁不嫁富豪 自己都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 注定能够成为人上人 四下巴肥厚 下巴位于面部的夏亭 代表的是一个人的晚年运势和财运等等 而女人的下巴长得丰满有肉 是夫妻的象征 而且一般下巴长得越是肥厚丰满 这样的人呢日后就越容易积累财富 必定能够把家庭料理的非常不错 女人的下巴长得丰满 预示着女人的晚年运势比较强 一定能够得到子女的孝顺 万经有保障 儿孙满堂生活过的一世无忧 就算是整日打麻将也不愁 五 眉清目秀 女人长得眉清目秀 看起来非常的有灵气 这样的女人多半变相 长得都会非常清秀 福气比较深厚 无论是在事业还是生活中呢 都能够遇到自己心满意足的结果 一生的发展较为顺遂 做什么事情都能够非常如意 命中必定会有贵人相助 一定能够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 所以这样的女人往后的日子一定不会差 六 耳珠圆圆 女人的耳珠长得好坏 与女人的福气的象征 女人的耳珠长得圆圆 而且有耳珠 则这样的女人 天生的福气比较旺盛 命中呢 也会有贵人相助 天生就能够旺富新家 得到非常不错的发展 而且女人的耳珠长得圆厚 随着年龄的增长 自己的耳珠也会拉长 则这样的女人 运势非常的富贵安康 儿孙呢 也会孝顺懂事 身体健康长寿 七 天中有极致 天中是指发际线正中央的位置 如果这个位置隆起来 则说明这个人运势非常的好 能够得到家里人的帮助和信任 如果这个部位有志的是一个男人的话 则代表一个人的事业运和工作运 能够代表将来事业有成 工作顺利 而且是会一辈子富贵 不愁没钱花 如果这个部位长志的是一个女人 就说明她为人很活泼乐观 天生的一个乐天派 而且特别的好动 大家都很喜欢跟她亲近 命中呢 也会遭遇一些贵人 可以说呀 只要自己努力 前途会一片光明 受到很多人尊重 到了晚年 还可以享受天文之乐 八 博后有志 一个女人如果脖子后面正中央有志的话 则是旺夫的象征 博后有志代表着有靠山 而且工作生意方面都能够得到贵人的相助 这种人在生活当中呢 也是很不容易 这种女人在生活上能嫁一个很有潜力的人 老公在事业上可以说是如鱼得水 有这种博相的女人特别有领导能力 会把公司打理得很好 虽然已经这么好运了 但是还是不能够放弃 要接着努力 让贵人来提升你的运势 三 耳垂长智 耳垂长智可以看出它有没有福气 有句话说得好 有福气的人耳垂又大又厚 这种耳朵呢被称为耳有垂珠 如果还能再长上一颗智的话 财运非常的旺 好运时常围绕在他们身边 而且财运多多 事事如意 这种面向的人很乐观 所以他们身边有很多的朋友 只要你做事够勤快 那么相信好运会在你的身边一直不断 而且得到贵人的帮助 运势上面大大增加 这种面向的人也特别会守才 能够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可以说呀是一个隐形的富豪 二 凤凰命的生肖有哪些 一 肖鼠女 鼠鼠的女人精明能干 居家贤会排第一 在内无所不能 在外也是八面玲珑 鼠鼠女智慧过人 甚得公婆欢欣 也最容易得老公宠爱 在和谐的家庭关系中更能忘夫 事业上的挫折都能够被他们一一化解 婚后数年间悄然致富 他们的凤凰命也体现在这里 能够让这个家庭蒸蒸日上 二 肖龙女 鼠龙的女人是美丽和智慧的结合体 她们的个性十分要强 而且处事周全 及所有女性的优点于一身 有着凤凰一样的魅力 更有一辈子不减的忘夫之力 总能失业成功和家庭幸福双丰收 娶了他们的男人能够感觉到 财富在日益的积累着 运势不济的男人 也是因为娶了鼠龙的老婆 而扭转的美运 可见呀 凤凰赵命一说 对于鼠龙女而言 就是与生俱来 三 肖狗女 属狗的人 她们的出身一般比较普通 而且性格质朴平淡 对于生活执着 虽然不是一个浪漫的女友 但绝对是个适合居家的好老婆 她们的凤凰命总是越老越旺 事业在中年后达到顶峰 她们的老公总是在满满致富 后福无穷 哪怕结婚头几年还过着穷日子 但到了40岁前后 家庭能够走向富裕 三 凤凰命的八字特征 一 日祝为做财运 女人如果拥有凤凰命和贵人运 这辈子多能够飞黄腾达 富贵加深 看一个女人是否有凤凰命 需要看她们的出生日祝 如果一个女人的出生日期 日祝的天干地支为甲子 丙子 那么如此八字格局的女生 此生财运轰轰 财富 运势 事业 婚姻 都会非常的顺利 特别是财运特别好 从小就急剧金生头脑 长大之后呢 在求财之路也是非常的聪明 求财顺利的她们 自然可以成就她们的凤凰命格 二 日祝特殊且走大运 日祝对于此生命途的影响很重大 一个女人是否会拥有凤凰命 与日祝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 不过如果一个女人的八字日祝的格局比较特殊 而且偏走大运 那么这样也是属于凤凰命的女人 这样的女人一生当中都会不断有贵人帮助 作为她们的指路明灯 引领她们走向更好的人生 三 八字关心做路尾 女命八字中的关心为丈夫 路尾与财运相关 如果女人的八字中呢 关心位于路尾之上 则说明其命非常旺夫 这种八字的女人就是属于凤凰命的女人 因为命中旺夫 所以备受丈夫疼爱 可以获得如意的婚姻 婚姻幸福的女人 一生都会格外的幸福与美满 而八字棺材作于路尾 不仅旺夫 财运呢也非常的好 可以是属于又旺夫又旺己的女人 听完小江之老师讲的这些 你都了解了吗 你是这样的凤凰命吗 如果没有也不用灰心 靠后天的努力 自己也是可以改变命运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江之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江之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迷你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